下边这事那也是说起来挺来气 一个堂堂的大学生就因为别人吃了一口他买的快餐 这可不得了了 刷的一声拔出刀来把自己的舍友给捅死了 这位嚎啕大哭痛不欲生的就是被捅死学生小林的家长 小林的同学说 案发那天中午12点左右大家都在宿舍里准备吃饭 结果宿舍里的阿兵错把另外一位室友阿越的盒饭给吃了 本来这事也没有什么 平时大家伙都是你请我吃一顿 我再请你吃一顿 这也是常有的事 可是这两位竟然吵了起来 而且是越吵越凶 站在一旁的林海相 他同学之间伤了合体就站出来劝架了 就是他说这里没有他插嘴的地方 就是争吵了大概三四句话左右 说是不是想打架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阿越说完就从宿舍的柜子下边拿出了一把刀 把刀出来我才知道那是刀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要那把刀来用什么 因为平时他也有用那些刀来切水果之类的 就是增值了几秒钟 然后我突然间看到看到海相站起来 站起来他站起来 但是不到一秒钟就怕杀了 同宿舍的同学说当时两人贴得很近 大家也就没在意 可几秒钟后大家眼瞅着倒在了地上 李海相的父亲说 始发之后学校并没有及时的通知家人 反而是遮遮掩掩 在学校我们看到 出室的宿舍走廊上仍然拉着警戒线 而宿舍木门紧锁着 室内的窗帘也遮得严严实实 目前行凶的学生阿越已经被警方控制 学校要真想把这个事给遮掩过去 我教你们一招 你给那统人的学生颁发一个三好学生的证书 年底再送上一等奖学金 也就你们这学校能教育出这样的好学生来 我教育的学生